謝謝老師 好 就回剛剛報告的調查數據 其實見到結果相應近日 很多不同其他業界 特別飲食業界開的記招 或者他們出的新聞稿都說了一樣 是基本上我們行業陰部入行東 整體的員工收入不足 而且這個倒閉潮很明顯已經開始了 就住一些可能次排酒吧 特別是一些沒有辦法營業的場所 可以見到比例大大減少了 而政府這次計劃在農曆年之後 開始復業 但偏偏酒吧當然應該已經沒有份了 但我們是最早生的同事 看數字就見到 好像我們的收入和政府政策成正比 但是疫情來講 就政府所講高峰是在1月中 究竟11月開始生的酒吧業 對這個是不是有貢獻呢 對減得疫情是否有幫助呢 大家就知道是沒有的 剛剛提到 局長衛生署長陳肇始 和幾位高官 其實這幾天都不停地開記招 都揚言說1月中的疫情破白是最高點 而他們都歸咎了 我又想問一下其實晚市禁堂食 和11月開始禁了我們酒吧 究竟其實是有甚麼成效和用處 看來就跟疫情的上落 沒有直接關係 飲食業已經受到多重打擊 特別是我們聖誕支和新年這些旺季已經停業 農曆新年已經無望 而政府去年發放的抗疫基金 保就業計劃可以都在新籌水平上反映到 是完全無幫助 根本是杯水車身 今次去到第四波了 政府也都沒有實質支援被停業了的商戶 倒閉潮失業率持續上升 政府實在難辭其咎 第二有關勞工政府的發表要回應 其實早前有很多不同的勞工團體 都要求政府發放失業援助金 但其實不只是近來 早早在去年的7月 我們工會和職工民已經開過多過幾招 提出以入息中位數萬六元為一個指標 去提供這個失業援助方案 而政府的回應 從現在可以說是移出一切就是沒有 或者叫你去拿一個 只不過只有三千多元的失業援助縱援方案 所知縱援的門檻極高 究竟政府是否可以這樣助長 幫到我們的延避之急呢 很明顯是不得的 而這次羅子光局長作出回應的時候 更加將這個失業援助金和一些長遠的政策 例如強積金對中歐為一談 究竟是否偷換概念 而且有些匪夷所思 其實對於解決我們的延避之急 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在下一次的財政預算案 推出一些類似上次抗疫基金 但更加到為到打工仔或者失業者手中的方案 來幫助我們現在面對疫情困難的市民 第三 我們工會除了一般的勞工議題之外 作為一個以民主和公義社會為大前提的工會 除了關心生計之外 我們亦都非常之不關心在職者在職場上的私隱 和利益保障 強制檢測就是最近或一路以來反覆出現的議題 其實幾個月之前我們又見到很多不同 我們見過有酒吧業協會 曾經走過出來說用僱主的身份 去要求僱員做強制檢測 以作為一個服業的要求 當時是第三方 但很明顯當時他們的要求是不果 政府拒絕了 而第三方的時候 九月我們亦都被停業 但很奇怪地 去到今時今日 政府終於說肯開一些被勒令停業 或者一些限時 例如餐飲業界 去作為放寬的條件 又推出相同的議題 就是叫我們去做強制檢測 每14天 我想問政府的邏輯思維究竟在哪裏 為何當時早幾個月前 已經先行一步提出的議案 政府要拒絕 而去到今時今日 政府又再說一次我們講過的事情 究竟政府是 是否真的覺得強制檢測是做到事 政府有其他打算呢 而酒吧業和餐飲業界 基本上如果以這個為題的話 是同類型的 為何永遠酒吧業界 都是被餐飲業遲走一步 才可以放寬呢 第二 就強制檢測 就如徐英偉局長所言 現在大廈做的強制檢測 其實全部都是他説要切斷這個傳播鏈 市民全港十八區不同的餐廳酒吧 所有不同的其他處所 都根本沒有疫情 沒有廚貨鏈出現的時候 每兩個禮拜 所有人做一次檢測 其實是否勞民傷財 以及浪費公帑 以及究竟意義又何在呢 最後 問完都要再問 政府到現在都依然未交代 究竟強制檢測所使用的公司 他們的招標過程 他們得到的資料會怎樣處理 如果當個人資料被洩漏之後 他們又會 究竟是誰的責任呢 是政府還是公司的責任呢 到現在仍然未有答案 最後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明天開始互行的安心出行 跟強制檢測一樣 都是一個政府用來 所謂放寬的交換條件 但其實 早在上年十元同樣地 不同酒吧業的協會聯合 開了一大輪的記招 當中就是有提過無睹空間 以及這個會自己自行要求 客人留下他們個人資料 以作為一個交換 當第四波若果爆發的時候 可以不要刪長的條件 但是很明顯 我們現在刪長 所以第四波的交涉 都是不成功的 而偏偏又再一次 政府突然之間 都不是突然之間 立刻又要用安心出行 作為一個交換條件 究竟政府是否只是想用安心出行 現在用才有效 而早幾個月前 十月的時候 我們業界提出的方案 又是有甚麼不同呢 為甚麼當時又不會 讓我們不停業 或繼續走下去呢 要知道當時我們業界走的 是一個店家 會資料留在店家裡的方案 到疫症出現的時候 才會交給政府 這個方案比起安心出行 相信會令市民更加放心使用 和參與率也會更加高 因為事實上 安心出行是令到不少香港人 和客人卻捕的地方 我們大家都很擔心 這些個人資料 究竟政府會怎樣用 而且的而且確 我們看回安心出行 這個人私隱和資料使用守則 見到政府雖然口口聲聲地說 所有資料只留在這部手機上 不會記錄 不會抄下 但其實在它的條款裏寫明 所有的資料 例如確診個案 和一些其他資料 是會留七年 七年 但偏偏又說了一句 政府口中最重要的出行紀錄 只會留三十一日 究竟留七年是甚麼資料 和為何會留七年那麼多 政府從來都沒有提過 這些疑慮 相信政府要好好解釋 否則市民都不會安心使用到 最後再提回 明天即將實行安心出行 如果有些餐廳 遇到客人不想用安心出行 或者沒有安心出行的話 其實是可以用筆錄資料抄下 然後將一些記錄 好好地補償公司 三十日後消毀就可以了 最後 我希望大家好好反思 究竟以上種種本末倒置 或者前後矛盾的行為 其實政府真的有心抗疫 還是同時間 為了落實一個監控香港市民 進行一個好像大陸一樣的 全面監控而進行的呢 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城市 營商和人身自由 出家吃飯的自由 本應是我們擁有的 疫情來到之後 政府用599這個惡法 如同緊急法一樣 無需通過議會 任何人家居想行的政策 強奪香港的個人私隱 看回一年之內 政府開頭的疫情到達 口罩我們香港人戴 政府叫我們帶到的廚房下來 香港人叫封關 工會和醫護要封關 政府說高鐵下來 連健康申報表都不用鐵 最後香港失手 就把業界和餐飲業界一眾 都要停工的時候 我們就叫政府好好地去賠償 好好地分開兩條水口 給香港人 打工仔和營商者 可惜 張建宗上兩個星期說過 原來那些所謂的賠償 只不過是象徵式 但這些象徵式 到不到我們手的賠償 原來是用了一千四百億 令到大財全受惠 富者更富 香港人依然在受苦 以上種種我都不想再數下去了 其實說穿了 原來去到現在 最後有疫苗了 香港政府 由得我們由一月等到三月 究竟這個政府在做什麼 前居可駕 希望大家期望不要那麼高 其實每當疫情爆發 政府的抗疫措施 每次都有漏洞 和萬人一塌所知 如果香港人 如果香港人一直都這麼自律的話 政府只要做多先行一步 或者做事正確一點 準時一點 已經直接一早受控 香港人都不用飽受停業 或者這個停業 以及經濟蕭蕭的支撫 我們希望香港政府 不要再有政策失誤 不要再做事萬人一步 而做事要是到位 不要再頭痛一腳 腳痛一頭 下個星期政府發表財政預算 我們期望公共資源的分配 會真是合理 因為面對疫情 而受影響的打工仔 有切合的援助 和支援受影響的行業 失業的人 包括當然我們走一把業界 最後寄予香港人 希望我們一路會記得 要好好地監察這個政府 所運行和它的公權力的時候 有沒有濫用 是不是恰當地使用 因為當這個非常時期 疫症過了之後 我們要提醒自己 千萬千萬不可以習慣 現在走一個 用緊急發行的社會 如果要香港回復正常 香港人和政府一起努力 給本身我們有的自由和權利我們 只有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我們將來才可以發展和走下去 Thank you